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教大家煮一个 就是大事大事很适合家家户户 我家自己煮的 就是鲜沙姜鲍鱼煎焗鸡 首先我们买鸡回来之后 我就会起肉 先下花鸟酒 一只蛋 生抽 胡椒粉少许就可以了 粟粉大约半汤匙 要腌15分钟左右 鲑鱼买回来刷装 我就会切厚一点 因为吃下去会淡淡的肉 接着就切其他配头 沙姜切碎 这个有皮姜切条 独子蒜一开四 洋葱大约半个左右 喜欢吃辣的 我们可以加辣椒 好了 将葱 再加上芫荽切小段 之后我们就要下锅 一般来说 我们的煎鸡是怎样煎的呢 最好就是鸡皮向锅面 然后把鸡皮搅上鸡皮 然后把鸡皮搅拌至金黄色 我们就要反过来 煎至大约七成熟 然后要将蒜 红葱 姜 洋葱 让它慢慢煎香 鲍鲍鱼当然配合红油才好吃 接着就是糖 我们放点鱼露 盐少许就可以了 我们将鲍鱼放进去 让鲍鱼吸收所有的酱料 调味料的味道 接着我们慢慢把它拌匀 我们放一些葱头 葱尾 一些辣椒 要埋起一点的芡 煮两分钟已经足够了 最后我们加少许的味油 就可以上菜了